字幕君 李宗盛 先回聊一聊 為什麼呢 這兩個星期 心情很愉快 看了一部好的電影或者劇集 你每個人都很輕鬆很開心 但看了一些不好的 你整個星期很沉默 這星期是開心的 開心 完全開心 不是 之前我們在頻道中也說 看我第二集 正 正 我喜歡第二集多於第一集 我兩集都喜歡 我們先講這個 待會再講AGAFA的第四集 我還未看第四集 在外國一次過給他四集看 第四集都還可以 我待會再講是否還可以 先講期望 阿迪看完之後覺得怎樣 第二集 但其實你認真點想起來 其實會有些破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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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牽強的 是 但是好看 是 我贊成 他根本他的行動就是由頭到尾都是膽膽 是 我最喜歡他就是有一個年輕人的角色跟著他 其實他就是教他到底遇到問題的時候應該怎樣處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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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都要懂得演戲 他的戲 真的沒有辦法 企我和那個女主角 真的實在彈得太厲害了 甚至企我那個母親 我們叫他選擇 反應都是選擇 他沒有選擇 正路的反應 正路的反應不用你做 除了劇本寫得好 留意一件事 我們經常說大部份演員 當他處理角色的時候 漏了一件事 究竟我對著你應該是怎樣的態度 但我對著你的時候是什麼態度 這是第二集我覺得很好看的地方 你看到企我 他對著每一個人的反應 是完全有不同的 即是說這個演員本身是做了功課 我對著女主角 我要怎樣利用他 我對著那群家族裡的大佬 他又是什麼態度 對著他媽媽是什麼態度 對著那個年輕人是什麼態度 他做得很清楚 這件事我夠膽說 香港的演員麻煩 我們大家都要處理一下 不要對著你又是這樣說 這就是角色的關係 中哥你是演員 所以你會這樣看 我自己會覺得他寫得好 阿企我這個人是有一套功夫 他有一套在世間生存 但這次第二集你會看到 其實當他很有自信的時候 比如對著其他黑幫伴侶 對著那些給他小朋友 其他小朋友 手下留羅 他就很有自信 他有一套功夫 對著那些同輩或黑幫其他大佬 他就可以死撐 都還可以 但他對著他以前大佬女主角 那一套功夫就不成功了 所以我經常有感覺 由第一集開始 女主角都看穿了他 有一場戲 以我的理解 女主角其實是知道 是他殺死他弟弟的 有一場戲 表情在他在餐廳吃東西時 他那套戲 即是企我那套面後 是被女主角看穿了 其實很多時候女主角是吃著他 無論是氣勢上或是智慧上 不知為何就剛好是格式格 女主角是吃著他 直到在第二集最後的時候 當女主角發覺他自己都失勢 他開始動搖時 好像他跌落了企我圈套 還是他暫時想不利用呢 那我就不知了 但我覺得寫得很微妙 這集我寫得好看的地方 就是企我這個人物很全面 我們自己做人都是 有些人感情上、友誼上 做事都是 有些人吃得住 有些人吃不住 但這件事你很少在戲劇中看到 這次我覺得這角色寫得最精彩 整個第二集是說企我為何可以上位 就是他可以把握每個機會 其實他歪了一點就沒命 每次都是喝的 每次都是靠他即時的反應 我就是這樣 然後他就可以上一格 這次看得很精彩 就是看得很大膽 然後我倒霉了 那我就騷亂了 就是那裏大家看 去到那裏 很厲害 而且我覺得 計劃B比計劃A好 計劃A危險很多 他殺了這個人是對的 處理了他之後 然後他上去 怎樣把刀放在那個人身上 他以為是不放在大腦 我覺得他也是即興 我覺得那裏他一早就預料 不是放在那個大腦上 因為他知道那個珠寶 插裝嫁和不到在那個人身上 他不會那麼蠢 在這個時候把刀放在那個人身上 他一定是把那把刀放在另一個人身上 而我看回那個人 為何企我會覺得這個一定可以做台造呼揚 因為只有這個人曾經在兩個地方出現過 而是沒有人見過 因為他可以在地下室門口出現過 亦都可以在見過弟弟 所以變成他嫌疑犯的機率 比那個家族那個人更大 但他就不會跟他吵架 他選擇跟家族那個人吵架 這招真厲害 這招真是可惡 我覺得已經有破綻 可能是他在地下室 他躺在那裏 那個時間差很危險 基本上沒理由沒有人看 而且那把刀認真一點再去驗一下 都應該找到一些東西 所以不會太過 但因為他氣氛拍得那麼好 你就不會太過計較 但那一位是有少許出氣的 你說的兩樣東西我都覺得是少許出氣 那麼多年以來 其實寫企我真人化了這個角色 都有很多次 但今次是寫得最深入的 而且我覺得今次 除了一個劇本之外 演員也是 我經常稱讚他 他就是可以將企我和小丑分得很清楚 很多時候反派都亂 都是反派都亂 都是反派都亂 但今次你會看到小丑 其實他是那種很自我 然後他覺得這樣做 就是一定要做到底 他要這樣 企我呢 就是一個機會主義者 他每一次找到一個機會 我就爬上去 有一個機會我就爬上去 他是一個這樣的人物 他分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這個人是怎樣 很大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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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些演員他可以處理到 我不知道 但是他做他是有自成一格 剛才我講了 他可以處理到 每一個 站在對著每一個不同身份的人的轉變 還有如果我找一個真的人去黏著那些特效去做 還有找一個真是可能他真是增肥50磅 或者100磅去做 其實是兩種不同的效果 作為觀眾去到最後就是看 究竟你入不入信 我們俗稱叫做buy and buy 你入不入信的角色 入信就行了 完全入信 例如之前有一個黑暗時刻 即是Winston Churchill那套電影 Garry Oman拿Oscar 其實他都是黏到整面都是 但是你從來見不到Garry Oman 有些人又會說 蝙蝠俠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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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俠� 他的意思是先天上比你們低 出生和外在條件是比別人看不起 但我如何憑我的智慧和膽識 去贏過你們 他媽媽對他那種支持 我覺得劇本寫得最棒 這個媽媽沒有想過是這樣的 變成這樣可以跟他媽媽一樣 就是了 就是一個角色要找一個support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這樣爆 有個原因 媽媽 也不是說支持 他逼他這樣做 媽媽說如果兒子不出頭 別人 怎麼會分 大兒子不是嚇笑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如果沒有記錯就有8集 不知道 上次說錯了一點 上次我說企我這電視劇的故事 在《The Batman》10日後 我看了一個星期 《The Batman》的故事完結了 一個星期後就發生了 有提到《杜草人》 絕對有 上次是《迷雨人》 現在人們在猜 在猜中 究竟 阿迪提到《杜草人》 《杜草人》是否已經出現在一個劇集中 有人看過這個疑問 最有可能性的 會不會就是那個心理醫生 會不會他就是真是《杜草人》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 沒有說過 因為我看那個演員表 其實他的戲份應該還有 還有他這場戲 出得挺有趣的 他是 女主角的心理醫生 但是他用的東西 好像有點像是 是《杜草人》會用的東西 所以大家在猜 其實 還有這個演員也是出名的 會找一個 都有名氣的演員 做一個 心理醫生 還是他真是鋪排他某些東西 這個就真是不知道 好了 我們跟著說 是否說 《阿格馬》 先說《阿格馬》 我未看第四集 我看了 很快就說了 如果上次《摩扣》 外國人說到第四集 都還可以 我覺得第四集 進入是平彈 但是仍是可以 仍是可以 因為他 一直已經鋪排很多 那個資節出來 還有更加看得清楚 今次在同一個季度裏 Marvel和DC的分別 Marvel真是他偏向於 大眾容易入口的方向 DC 我真是 猜得再深入一點 又是玩黑暗風 他又要打 打一點 要玩這一種 還有 今次 Argava裏面 你會看到有很多新的 資訊 放在裏面 上一次 上一集說了 Mamphisto 說了魔鬼的名字 正式 納入了MCU裏面 今次 就開始說多一點 綠色的 女巫 已經說了出來 他說 那個年輕人 不是你的兒子 因為 大家在坐摩 究竟是否 黑暗風 是 不是你的兒子 不是你的兒子 當然 他說了 究竟是否真的 不是他的兒子 不知道 但有可能 是真的不是他的兒子 這個又要提 但他身份是有些東西的 不然他講不到自己的身份 對 還有一件 有些人會覺得 也都看到 今次由於是Wonder Vision的顯身劇 上次Wonder Vision 他就是 玩一些不同年代 即是 即是 其實今次第四集 是有的 其實上一集也有的 上一集也有 如果大家今次看 你會看很多 六十年代美七十年代 的恐怖片的拍法 即是會看那些 譬如說很簡單 鏡頭大家 鬆過來的那些 大家 聽過來見到 或者 他外面 裡面會出了那隻 叫做心魔的妖怪 那隻妖怪如果 以現在的技術去講 一定可以做得 即是有真人去扮 他一定可以做得特效很美 他反而今次這隻 做得一般 我覺得不是沒有錢的問題 是故意的問題 就是 七十年代那些恐怖片 例如你看活跳獅 很老套的那些 我覺得有點像那種感覺 所以整件事 他特意拿回那種味道 給你看 有師兄猜會不會是Wonder的兒子 我覺得不用猜 我覺得九成是 九成是 差點是他會不會跟回漫畫的玩法 究竟那對孖子 說是Mamfisto的 他有個兒子是 雞的 就是這個 特事 這個男演員也是雞的 演員本身是雞的 角色本身都是說他是同性戀者 是 角色本身都是寫他這個 應該是 第一集說他男朋友打電話給他 是 輕輕大過了 大過了 還有 還有綠色女巫和Agatha之間有一種曖昧 今次都是一種曖昧 現在看上去 如無意外 就應該每一集有一個style 玩一種恐怖片 是的 如果你看那個trailer 沒見過有驅魔人那種玩法 我不知道是下一集還是下一集 就是玩那一類型 他每一集都要重複一種 就像當年Wonder Vision每一集都要重複一種情懷 有黑白的彩色 這兩套很開心 說了這兩套之後 我可以再提供一下 有兩套 一套 是剛剛做完Season 2 就是上一次有位師兄提供 會不會看 Power of the Rings 就是Power of the Rings 前傳 電視劇 我沒有看 我看完第一季 因為是第二季剛剛結束 我這幾天看完 如果下個星期 大家會不會再看 我回來試試看 因為Lot of the Rings 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世界觀 我要看很多次 還要看很多解讀 才知道世界觀是什麼 因為我沒有追開 第二套可以介紹一下 未必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 特別是介紹給Walker看 一套法國的電視劇 叫做時尚世家 Lamansion Mai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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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song就是世家 他現在出了四集 他講兩個時裝品牌之間的鬥爭 好像挺出名的 這套劇 我有留意到 最初我看到有人說 我看了一集 我看完一集之後 他第一集是每一段劇都暴走 劇本真是很厲害 你猜不到走得這麼快 下一場戲是什麼 你已經猜不到 接著吸引了 一直看到現在 如果大家 不介意追節目 或者好像 我解釋法文的 最好 威敵是這裏 現在這一集談了那麼多 繼續開 我看見到這裏 FoistTVをご覧の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志田ねねです The 仮面ライダー展の 海外初展示となる 香港での開催 スペシャルアンバサダーに 就任できて とっても嬉しく思います 参加できたこと とても光栄です Incubase Arenaにて 開催中ですので 是非足を運んでください 待ってます エビの方 Award 曲線 SRyサーボ 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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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R